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创世纪第141天 创世纪45章16-28节 回去接家人来埃及 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 约瑟的弟兄们来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 法老对约瑟说 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 你们要这样行 把驼子抬在牲口上 起身往迦南地区 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 都搬到我这里来 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 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 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 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 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 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 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 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 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 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 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 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 唯独给汴雅敏三百银子 五套衣服 送给他父亲公驴十匹 驮着埃及的美物 母驴十匹 驮着粮食鱼饼和菜 为他父亲路上用 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 他们从埃及上去 来到迦南地 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告诉他说 约瑟还在 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 雅各心里冰凉 因为不信他们 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 都告诉了他 他们父亲雅各 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 心就苏醒了 以色列说 罢了罢了 我的儿子约瑟还在 趁我未死已先 我要去见他一面 上帝使约瑟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这并不是说约瑟真的成了法老的父 乃是指他是法老相当看重的人 因着约瑟为法老看重 当法老和他的臣仆 听见约瑟的弟兄们来了 都很喜欢 甚至乐意接待约瑟的全家全族 法老更提醒约瑟的家人 不必太过留念过去的东西 不要爱惜原有的家具 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 都是他们可以享用的 这次他们下埃及去 法老发给他们的 并非短期停留签证 而是长期居留证 他们一住就是四百年 停留和居留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停留是短暂的 指望着还有更长远的目标 虽然身体在这里 心却向往着另一个更美的地方 居留却不一样 居留是找到了一个永远的家乡 全然委身在这地 不再有千居的打算 我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是以为我们所居住的地 就是永远的居所 没有对天上的家乡的向往 太多的身外之物 如财物 感情 美梦等等 成了拖累的包袱 等到有一天 上帝要把我们 移到那更好的地方去时 这些包袱可能会成为 割舍不了的负担 如果明天就要回故乡 今天我会买很多家具吗 如果明天号筒响起 我会后悔今天 所埋下的许多牵挂吗 法老提醒约瑟的家人 不要为了迦南的家具 而放弃去埃及得美物的机会 这个提醒值得注意 我们岂不是常常为了保存 那会毁坏的 而放弃那不能毁坏的吗 我们进到上帝的国 也是一样 上帝一切的丰富 我们都可以享用 因此不要常留念于过去 把那些该丢的都丢了吧 谨记 放弃必会失去的 来换取不能失去的 并不算傻 上帝的国里 有一切的丰富 在前面等着您呢 雅各听见约瑟还活着 并做了埃及的宰相 却心里冰冷 表示他不能相信 但是当他看见 来接他的车辆 心里就苏醒 许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冷淡 没有感觉是因为不幸 我们需要求主 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 才能成为灵里苏醒的人 我要有住帐篷的心态 随时预备迎见主面 主啊 我再次将所拥有的一切 放在你的面前 求你教导我来解释 凡不讨你心意的 都求你挪去 让我见你面的时候 没有拖累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阿们 是的 主啊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主啊 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是在天上的 他们所渴慕的是在你的里面 哦 主啊 主啊 赞美你 也求你自己帮助 调整我的眼光 可以看见你所为我预备的 谢谢主耶稣 你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 虽然我们还没有回到那个家乡 但是主你的话 你的应许 却叫我们更多的羡慕 羡慕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那一个更美的家乡 是 我们心里要羡慕 那个更美的家乡 就像那些信心的英雄 他们虽然为着福音 受逼迫 受患难 但是他们羡慕天上的 那个更美的家乡 所以他们称你为他们的神 阿们 是的 主啊 因为他们羡慕那更美的 在天上的家乡 所以他们就称你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之 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他们的神 是为他们预备的那位 谢谢主耶稣 你是预备的主 在我的一生当中 你不但预备各样的事 各样的福气 你更在将来为我预备 一座充满荣耀的城 是一个更美家乡的城 阿们 主 师的谢谢你 你给我们预备一个荣耀的城 一个更美的城 使我们带着盼望 在今生的日子 我们知道有一天 我们要去那更美的家乡 与主同在 是的 主啊 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你已经做成了你自己 所要做成的功 主啊 也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自己的本分 让我们能够配得上 你所为我们预备的 阿们 主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